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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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觉得这个酸入肝对 而且一会我们这粥里边还能放点三文鱼 三文鱼这肉质中还有丰富的钙子 那么酸性物质就是醋 有利于钙的吸收 而且这个醋还可以去掉三文鱼的腥气 又学一招 先点火吧 点火同样是用开水 不知道上次煮粥的时候您记得没有 我们用的是没有浸泡的原料 对了 这次我们把小米提前浸泡了两个小时 那更好了 这样按您所说的 这是节约的能源 对了 缩短了正式烹调时间 软糯 也是煮粥的一种方法 南瓜我给切成小的粒 这南瓜是一个非常好的天然的绿色食物 你看我们这锅开了 对 小米我给快饮了 小米放入开水粥 好 小米是很有好处的这个 对 补气养盐的作用 对 来着小米粥 会大补元气 对 煮任何粥都一样 只要是它开了 你洗的再干净 对 它都会有些沫 一般的洗米要求呢 洗两次就可以 时间太长了呢 就会把这个米中的药物给洗掉 江大师我一直有个疑问 这三文鱼什么时候下 这三文鱼呢 因为咱们做的是生滚粥 是 所以三文鱼是最后下 今天我们所用的生滚粥的技法 保持食材的鲜嫩 那么如何再加自制生滚粥呢 江明耀大师有四大窍门告诉您 为什么南方的一种饮食方法 现在全国都这么吃 生滚 但是呢 这个咱们选料的时候一定要是鱼 为什么选三文鱼呢 首先三文鱼是一种深海的 没有污染的 也好处 而且它生了就能吃 是吧 第二呢我们要选择呢 冰鲜的 在整个运输过程中 它没有经过冻 而是只是保鲜处理 按起来呢很有弹性 而且呢它的肉质很细腻 看起来呢也很光亮 对 而且呢放在这个地方呢不出水 对 一般咱们掌握这个原则 又开了 是吧 这时候粥开了 我还得把这个沫去掉 精心 对精心 慢慢熬着 加入南瓜粒 你看这个时候呢 我们为了加快的碰焦速度 刚才所说的 就加入一小勺醋 白醋 千万您别加薰醋 少加不要太多 加醋的时间要注意 你要太早了加把这个粥呢 还没有煮开 没有作用 米没有蓬化开 这个醋呢一部分 要进行对这个粥呢 进行这种蓬化的这种作用 一部分呢要跟这个腥的去的反应 一部分呢还要挥发出来 这时候我们把这个三文鱼改道 我们把三文鱼改道 三文鱼呢这样呢是顶道 我们尽量的给它切成薄一点的片 嗯 越薄越好 好 把这个生的原料 直接呢放入容器的底部 然后用这个滚开的粥啊 把它积熟 这是生滚 这个方法呢 一边要记住 它是一是要切 所谓切呢 就要注意要顶道切 切得尽量薄一点 第二呢要煮 所谓煮呢 这是做煮粥 粥呢一定要煮 滚烫 滚烫 第三呢叫马 马的时候呢 这个鱼跟鱼之间啊 不要落着马 落着马去冲的时候呢 有的收热不均匀 或者它粘连去了 马好了 温度好了 最后一套 对 就是关键的温度要够 对 不要是把粥呢放到温和了才弄啊 那就不行 而且呢最后呢 一般的情况要撒些姜丝 因为这海鱼嘛 配点姜丝 对 而且春天呢吃一点这种辛辣的物质 有利于人体的这个激发人体这个机能 做这个生滚粥呢 鱼片粥呢 更适合做点带点咸味 对对对 温度差不多了 然后它粥呢也比较浓稠的时候呢 适量的加一些盐 谢谢 因为它这个鱼呢 这个本身有一点这个腥味 加一些盐呢 可以提它的香味 加点味精 滚开一点 走 小肥粥 把鱼成熟 你看 你看 这个时候的鱼呢已经变色了 就是完全成熟 对 味道也是不错 有了鲜滑美味的三文鱼南瓜粥 搭配的小菜也不能马虎 我们来换个菜盘 配合着这个粥 做一个 桂花山药 这个山药呢 首先大家都知道 非常的健脾啊 树干啊 而且它的方法呢 做的方法也很多 去了皮之后 把外边的粘液洗净 然后我们就切成滚刀块 这个时候的山药呢 本身就是可以直接食用的 山药切成滚刀块后 我们只需要将桂花酱 撒在上面就可以了 如果你喜欢吃咸的呢 就拿点银 拿点香油 对 喜欢吃味精的 加点味精 拌一拌 而且您左脚也很香移 黄黄的粥 拌一拌的山药 它闻着这个清香的 这个桂花的味道 而是肉糊粥 而是里边还真有料 最关键的是 在享受美味的同时呢 既溅了皮 又梳了肝 好 今天呢 这个粥呢 其实很简单 但是做的时候 您还可以添加点别的东西 但是一定要注意呢 第一呢 就是三文鱼的选择 一定要选择新鲜的 如果没有三文鱼呢 您可以选择一些新鲜的夏 夏也是适合 非常适合春天使用的 再来回顾一下三文鱼小米粥的制作过程 选好的三文鱼切成大片铺在碗底 加入小米后煮开 加入南瓜粒 调入少许的白醋 粥熬的滚烫后 调味儿冲入放有三文鱼的碗中 三文鱼南瓜粥就做好了 下周三就该做绿色的 更适合春天 我发现这个绿色的做法可能做法更多 绿色就是熟干的 春天最适合食用的 咱们也接近主题了 好 我们下周三不见不散 再见 怎样做出外焦里嫩的家常闹饼呢 从事烹饪四十多年的陈辉师傅 在北京郊区收集了一道非常好吃又家常 而且操作手法非常独特的 农家炸面烙饼敬请关注